美国联准会今年已经三度升息 主席鲍尔今天凌晨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关键演说中 暗示利率接近中性水准 这样鸽派的论调和10月初的说法截然不同 鲍尔指出升息影响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显现 因此FED政策没有预设路径 目前联邦利率略低于中性区间 之后会不会升息 还要关注经济数据反应的情况 市场解读鲍尔的谈话 是因为联准会的升息循环已经接近尾声了 在今年12月升息之后 可能明年再升息两次甚至一次就会结束 此外在鲍尔谈话之前 FED率先公布一份金融稳定报告 报告指出目前资产价格已经高于历史水准 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风险成真 资产的跌幅可能会扩大 好像在暗示着利率和货币正常化政策 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波动 而FED转向科派 也给了股市一个反弹的机会 昨天晚上美股全数收红 道琼中场暴涨617点 创下8个月以来最大涨幅 而连带也让雅股今天早盘 也有亮眼的表现 会市的部分美元指数击跌0.5% 雅币则是全面转身 来继续做级烧 还有三为定的 点击 变回来 变回来